保时捷三季度在华销量下跌40% 分析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顶了 比如说像我身边的这一台 2023款的极客001U版100度电池 它现在终端优惠之后的价格 大概是在34万左右 这个价格你可以买到CRTC的续航 超过600公里 400千瓦的最大功率 686牛米的最大扭矩 百公里加速只要3.8秒 如果你想要买到接近性能的Panamera 就必须要上到4.0T8缸的GTS 选选装最后落地交交税什么的 要200多万了 如果你对豪华品牌的logo能够去魅的话 选择这一台车 只有Panamera GTS的一个领头 不过我今天不是来测评它的操控的 莱坤已经测评过了 我今天就是来测评一下这款车 它在上海市中心最拥堵的地方 它的驾驶辅助功能 是不是像它的名字一样极客呢 首先来看它的驾驶辅助的硬件 是全系标配的 它是有一个毫米波雷达 12个超声波雷达 其余就是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高清摄像头了 那么这款在2021年量产的车型 跟现在市面上那些 动不动就给两三个激光雷达的车型相比 好像硬件已经存在那么一点点代差了 那么实际表现如何呢 直接上车看一下吧 这两天上下班呢 我已经体验过这个车的自动驾驶了 所以今天呢 我带我的同事蔡老板来感受一下 现在我们是从公司宝栓开到南浦大桥 看看它能不能应对那个圈圈 南浦大桥作用的目的地 主要原因就是南浦大桥在上桥的过程中 有些到普通段会有一个特别长的引桥 我习惯叫它天天圈 那其实在这个引桥的限速是40公里每小时 那如果一会儿我们上了南浦大桥之后 开启它的ACC的自动驾驶辅助 看它能不能维持住这个时速 且在上圈圈的这个过程中 始终保持住它的方向不退出 那对它来说 我觉得会是一个小小的考验 我上南浦大桥来看一边普通方向入口 我就跟着前面那台一级器 看它怎么样 它叫我请接 这是有事故吗 好 理论上这台别克是要加塞我的 现在是沙拉 好 让它进来 我现在还没有接管 我现在还没有接管 好 现在接管了 它退出了 它退出了 好 我现在重新启动 因为前面是有一个加塞的情况 好 现在激活了 设置一下时速 好吓人哦 又退出了 又来了 又退出了 它现在在一个抽风的状态 又来了 又来了 请接管呀 但是你手握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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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了 我一会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现在是它自己在开 不是我那个 现在开了还可以 来 我来解释一下前面那段 首先前面那段 因为是别克它有一个加塞 所以它在加塞完了之后 地上的线又不是那么的清楚 然后情况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自动退出了 好了 之后上了影桥之后 它先是会有一个迟移 然后在两条线 因为毕竟是带一个弧度的 它在那个区间是有一个反复横跳 它在抽风 一会接管 一会不接管 最后一段上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反正如果是走那个影桥 它一直走在对里侧车道 然后一个比较理想的时速 就差不多60公里以下 上南普大桥的这个影桥 转圈圈的话 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可以控制住 一直就这样转上来 应该比较OK 但是如果超过60公里 那比较快的话 或者说情况比较多变 前面那个车是一个瓜皮 它就不行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车 它的跟车距离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 你看我现在一直是 最近的一个 对 最近的一个跟车时速 它其实一直是离得挺远的 里面至少如果是mini的话 能停两个车 两个mini没有任何能停 我叉叉直接加塞塞进来了 就是所以我觉得 如果下班堵车开过去的话 开这个功能 我肯定会被别人骑的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车它VCC用的时候 如果有加塞的车一下进来 然后它减速的那个制动力度 是比较深硬的 前面那台天籁进来的时候 就是一下给你转下去 那感觉其实不太好 就是由于它自己跟车的距离比较大 然后别人加进来了 对 然后它的制动力比较突然 对 至于车道居中保持 你看其实它习惯性的经常修方向 倒没有说一直是 到左边那根道 好给你碰回来到右边那根道 它没有说那种像三维弹球一样的感觉 但是它就车道居中保持 它反正比较平凡的修方向 但没有那种画龙的感觉 我觉得中规中矩 然后反正整套系统 经验体验下来都是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感觉 其实我还是比较想用一下它那个自动力好处 我觉得很难平 就反正就ACC的表现来说 就给出的结论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比较中规中矩 就如果高速用其实还行 城市这种比较复杂的路况 它其实不太能够比较好的有一个反应 如果你不结合NZP那个功能去使用的话 其实很多你没法给出结论 没法跟其他的像阿维塔11那种 华为系的自动驾驶部就做出对比 小朋友也没法跟它做出对比 像阿维塔11在变道超车这种场景 如果后面的车的距离是一个相对来说 还比较OK的程度的话 它绝对就是一脚加速直接就变出去 它会直接就骑走变出去 你觉得还是他们的那种什么好意思 我没办法去给出结论的 因为毕竟不是NZP那个功能 就是只是一个ACC 就正常的ACC来说 我只能说它这个跟车距离实在太大了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 你看前面根本就没有车 它有时候会突然杀一下 然后你看现在开始有点画龙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现在车道居中保持做的并不好 我其实一直在就修方向 然后刚才又突然直接杀一下 我觉得大部分的001车主 应该还是比较喜欢驾驶的 就是喜欢感受它的那个质感 你看我们这台就是选招了空圈 我觉得就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20年第一次开极客001 那个时候就觉得它是差不多30万价位里面 底盘质感最好的电动车之一 现在依旧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反正我是普通话3.0 我蛮出生气的 因为它的这个功能对我来说 我就高速用一下 我们这种人的习惯 是不会说完全相信自动驾驶辅助 在城市的道路 你哪怕是艾维塔瑶瑶给我也好 用它那套NOP不可能的呀 我肯定还是更多自己开 我没有懒到这个争夺 2023年款极客001驾驶辅助功能体验总结 全系标配L2 在车多路况复杂的路段 即使车道线清晰 表现也并不稳定 系统设定的跟车距离比较保守 即使设置到最近也很容易被加塞 但是在非常拥堵接近缓行的路段 是可以完美更测的缓解疲劳 看在不需要额外加钱的份上还是真香的 另外 SICK AD完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选装包要3.5万 但是现在买极客001新用户就赠送9个月免费体验 其中包含城市和高速的领航辅助 对于想要尝鲜感受新科技的消费者来说 真的是个好消息 至于9个月后买断价格还是暗期订阅 目前没有明确消息 温馨提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驾驶辅助有风险还是要自己握紧方向盘 最后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个车它内部的设计做工用料 包括豪华配置真的已经很难想象它是一个三十几万的车 比如说四个门全部都是电动控制的电锡门 然后五框车窗 你可以按键控制也可以踩刹车关门 上车的动作真的非常体面 然后车内大面积的使用了这个翻包皮的材料 然后这儿门板上 而且这儿还做了打孔 就是凤尾灯会从这个阿肯塔瑞的打孔里面透出来 然后这边一条缝也是会有凤尾灯的效果的 包括这儿这儿遮阳板的里面 还有HUD的前面 碰得到碰不到的地方都给你用上这个翻包皮 仿佛就是不要钱白送一样 这个一体式的运动作业不仅好看 而且它也是带油加热通风按摩的 再给你看一个 它的悬架高度有五档可调 除了在屏幕里面可调之外 后备箱也可调 它有一个扳手可以翻倒的作业 然后如果你要取放行李的话 你可以把它降下来 这个配置之前只有在沃尔沃非常高配的车型上才有 那么中国品牌新能源车的不断优化 能够让你对传统豪华品牌去魅吗 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吧 拜拜